街道指令各兵装分队兵分多路向玉林地域开进 与此同时侦察分队利用多种手段将目标信息发送到火力分队 接收上级发送2011号目标信息迅速将目标信息下发这个车 收到目标信息的火力分队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对敌前沿实施火力压制 全联注意2011号目标预备放 首轮炮火精准覆盖目标区域 随后在茫茫科比中某新型主战坦克不断变换战队队形 向敌前沿阵地发起冲击 在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坦克分队要根据战场的态势 充分发挥我们坦克火力们机动性强的特点 在进攻和掩护等多个角色中灵活的转换 成功占领敌前沿阵地后 坦克与部战车密切配合交替掩护 快速突破敌防线 此时火力分队在此出击 集中火力对敌纵深阵地实施火力覆盖 最重要的就是多兵种的协同问题 如果协同的好 就能发扬我坦克部战车 火力猛 技能用强的特点 一举歼面敌人 如果协同不好 将会影响整个战斗进程 在坦克的掩护下 部战车成功突进到敌防御阵地 部兵利用榴弹发射器 反坦克火箭筒等多种火器 对敌装甲目标和火力点进行定点清除 成功摧毁敌前沿火力点 自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以来 这一缕将合成营的步兵 炮兵 坦克 侦察等多个兵种 按照战斗力需要进行模块化编组 各模块围绕 能力合成和行动玄阶 随机抽组战斗实体 集成作战单元整体效能 这次氧量 我们把这些力量的活力运用 以及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作战合力 作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原谅的目的 讲解了我们在复杂陌生地域 合成营的整体作战能力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